農曆三月 有白羊座的新月 給大家看看這幅背景圖 是否很有趣 上網找的 因為這隻是一隻羊仔 就符合白羊座的新月 這次初一 其實都頗近 剛剛在20號的春分 其實這一年 太陽和月亮運動的軌跡 都是很相近的 所以 通常 身邊某一個星座的朋友 他們開始生日 原來那時候附近就是初一 最近 現在的雙魚座朋友生完日 就去到白羊座生日 因為太陽入了白羊座 然後 剛好就是初一 這個太陽和月亮走得這麼近的軌跡 其實在尖星學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人生裏面會有很多很快的東西突如其來 很多東西都是 好像一個紅樓那樣 你當我們在一個海灘裏面游泳 但是浪是一個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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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 今年是有一個特別性 在這裏 有一個特別之處 在這裏 其實今年對全世界的人來說 都頗困難的 好的 首先有一些好消息宣佈 香港的朋友們 因為鑑於這個疫情 大家都人心望望 需要多些的鼓勵和指点迷津, 我徐围已久的每逢农历十五的满月的读文, 《塔天暖南星座》会永归的, 海船永归, 希望可以更加多些来物, 帮大家安抚人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由上年一直说的《特律二占》, 我将来真的会去举行, 大家密切留意我Facebook IG, 这次第一次《二占》的主题, 我应该多放在工作上, 大家密切留意, 如果我有和你们WhatsApp开的, 我都会在WhatsApp看一看大家, 但如果没有的话, 其他的粉丝就留意我的社交媒体, 好, 现在就讲一下白羊座, 你们在农历三月, 由初一到三集, 伴随着白羊座新月, 那指申运势是关什么呢? 看到这个盘子, 对于白羊座的朋友, 或者叫木羊座, 台湾人, 木羊座, 我们是叫一个将军出战, 一个将军出战的能量, 好,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看火星, 这个Masculine symbol, 25度, 魔忌座, 非常之特势, 非常之强势的, 好, 很厉害的是, 它是同时合了明目的, 23,24,25度, 差一两度, 即是合了的, 哇, 这一种能量, 劲得爆灯, 同时, 在你们自身公位, 今次就是这个四度的新月, OK, 那就是因为这两种能量, 而且因为月亮, 它那个阳光, 即是那个日光是遮住了, 是的, 因为月亮和阳光, 和太阳是消融了, 是的, 融在一起, 我们或者这个叫, 这个叫一个Kazimi, 是的, OK, 直接不是说日月核, 是日月核, 一粒核, OK, 是的, 那为什么叫将军出战呢, 就是因为, 你们在你们的一些人生事业上, 会走到一个高峰了, 现在大兵打仗, 是的, 但是呢, 你们唯一最大的顾虑呢, 就是月亮, 它被太阳这样烧身, 是的, 你们很害怕你们的家庭, 有一些事情你们放不下, 是的, 如果要放在香港呢, 我会说是什么呢, 我会说, 可能是很多医护人员, 是的, 被推上去战场, 是的, 因为现今世代, 我们几可有打仗, 是的, 但是, 可能是医护被逼去前线, 是的, 或者有一些事情, 在你们工作的范畴, 尤其是工作范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摩蟹座是十工, 是不是呢, 是你们的事业工, 好了, 那就是说, 有些事情, 你们被逼要去做一个Leader, 是的, 要去带领行军打仗, 是的, 但是, 这个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时候, 是的, 但是其实一开始, 你们会有很多的顾虑, 尤其是你们有一些很亲的人是放不下, 是的, 或者有一些自己很熟悉的环境不愿意离开, 是的, 例如, 我当老闆要你们去一些新的地方做一个开荒牛, 调你去不同的国家, 甚至这些东西, 即是Despite现在有这个武汉肺炎, 是的, 但是, 要去一些不熟悉的地方, 然后你要拋下一些, 尤其是人, 真的人, 眷属, 家庭, 自己的小朋友, 是的, 那一时三刻怎样可以做到呢, 是不是呢, 都比较难, 好了, 那还有呢, 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应该这样说, 其实不是在这个盘里看到, 但是,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分析, 就是这些尖声师, 我们要看到盘以外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要看这些意外的东西呢, 现在火星是不是在25度, 是的, 在25度, 好, 那这里有, 其实是有三条藍色线的, 那就是这条粗粗的东西, OK, 那就是三分, 为什么是三分呢, 它是来自摩蕊座的, 又叫山羊座, 对不对, 它就是三分, 在金牛座入庙的金星, OK, 看着这个度数, 20度, 对不对, 火星在25, 金星在20, 是的, 但是我们就知道, 这些星会走的, OK, 走多一会儿, 火星就会由25度到26度, 就是21度, OK, 金星就会由20度到21度, 22度, 是的,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说这些做什么呢, OK, 这些呢, 就是古典尖声师才会知道的特别倒数, 是的, 一些critical degree, 是的, 在摩蕊座的26度, 是的, 即是有叫山羊座, 还有在金牛座的21, 22度, 这些就是critical degree, 即是说, 对你们来着有一个很稳定性的东西, 会被打破, 是的, 你不要以为有个三分就是OK的, 因为你要看看, 火星现在, 是合紧木鸣的, OK, 就算火星走到26度, 它都是合紧木鸣的, 是的, 那所以, 这里的三分是, 不要动, 是的, 不要动, 不要动, 好, 是的, 这里的三分呢, 是, 两个都走到critical degree, OK, 是的, 火木鸣, 和火星在摩蕊是, 我们叫做一个弱星之石, OK, 然后金星是金牛, 是入苗, OK, 然后火金每一次成相, 就是说这种动态, 和静态的那种斗争, 或者那种dynamics, 是的, 那现在在这里呢, 就是说, 因为和说多次了, 摩蕊, 就是你又是生人组, 是你们的实工, 是你们的事业工, 他就会打破了, 你一直很静态的那种安稳性, 是的, 金牛是讲安稳的, 讲舒适的, 是的, 所以其实呢, 各位白羊组的朋友, 你们来着真的呢, 有一些东西要自己去担大旗, 自己去掌控了, 去做一个Leader 这些东西会有很多东西 令你们放不下 尤其是放不下身边的人 真的好像要推你送死 要立定遗图那些Friend 希望你们可以做定一个心理准备 还有好好珍惜和身边人 尤其是在家人 最近的相处时光